姬拉里自食苦果 中国女排这回真的是喜从天降 蔡斌撞了大运 美国女排这回真的是后悔都晚了 直拍大腿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关于咱们中国女排 刚刚在第三周国家联赛正式开打之前 收获了一条惊喜的利好 而美国女排这回绝对是弄巧成拙 阴沟里翻船了 他们的这样一个愚蠢的决定 正式的官宣出炉之后 意味着美国女排这会儿他们后悔都晚了 这样一个错误的决策到来 意味着美国女排这支球队在第三周 有可能全面的溃败崩盘 甚至在总决赛也是军心涣散 有可能让这支球队斗志全无 很有可能在第三周遭到中国女排给她横扫 给她打崩 对吧 为什么这么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今天我们通过这条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这条好消息的到来 那么众所周知 咱们中国女排目前正在韩国水源 来备战第三周的国家联赛 那么第三周的比赛成绩 对于球队来说非常的关键 中国女排我们保持了 与前两周一样的14人名单 可能很多球迷在诟病蔡斌的14人 为什么不进行调整 对吧 但是蔡斌呢 说句实在话 他也没有特别多的人可以用 但是呢 在这套阵战情况之下 可能很多球迷都认为 我们去打塞尔维亚 打美国队 有点以卵即食的意思 因为我们连波兰都赢不了 对吧 我们连半主力的意大利都赢不了 那么面对全主力的塞尔维亚和美国 我们拿什么去击败他们呢 尤其是美国队 目前他们高居 本届国家联赛的并列第一位 他们也是本届国家联赛 最大的争冠热门 也是此前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这支球队整体的实力 经验各方面 是要全面的优于我们的 而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又很关键 我们跟美国女排打 是第三周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本届世联赛 分战赛的收官之战 那么中国女排 一旦在与美国队的比赛中 我们惨败 而败下阵连的话 对于我们整个总决赛的 对阵形式和排名 各方面来看的话 会非常的被动 我们只有击败美国队 把主动权抢了在自己手中 才能够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 所以说最后一场比赛 碰美国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这个时候 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们必须要拿出必胜的决心 虽然我们整体实力占下风 但是我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 去扳倒美国队 按照双方的阵容配置来看的话 美国队的优势还是很大 因为我们的朱婷等人 是没有办法回归的 所以说中国女排 以这套残阵对阵美国女排的话 我们肯定是一个明显的下风球 在处于下风状态之下 我们拿什么去出奇制胜 击败美国队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希望 寄希望与美国队 他们自乱阵脚 自己的队内先出现一些问题 当美国队自身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成胜追击能够去搅乱对手 然后击败对手 那么事实认明 美国队会给中国队可撑之机吗 结果我们真的是想什么来什么 就在中国女排抵达韩国水源 进行着一天两练的高强度备战之际 我们在迎来第三周的国家联赛 正式开打之前 我们收到了一个重大的惊喜利好 美国女排主教练基拉里 宣布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 有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意思 因为她的这个愚蠢决定的到来 让美国女排目前队内军心涣散 让整个球队斗志全无 让这个球队很有可能在第三周遭遇溃败崩盘 她做出了怎样一个决定呢 根据我们国内全媒媒体发布的消息显示 美国女排在前两周分战赛的球队队长是汉考克 第三周呢 基拉里决定将队长的秀标交给了自由人奥兰特斯王 对吧 交给他之后呢 意味着什么 举个例子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中国女排的话 我们前两周的队长是袁新月 第三周把袁新月队长撤了 换成另外一个队员了 那么你让袁新月怎么想 对吧 你让这个球队凝聚力会怎么办 还有凝聚力吗 没有凝聚力了 对吧 美国女排无疑如今就陷入到了这样一种被动的局面之中 因为她的这样一个愚蠢的决定 临时更换了队长 会使得你球队内军心涣散 你士气低迷 会让你球队部分主力队员 她在场上的心态 她的状态 她的情绪都会发生波动和变化 这就使得美国女排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你这个时候后悔也晚了 对吧 你是自己把自己给坑了 自食苦果 没有办法 是吧 打碎了牙也就往肚子里咽了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了 当基拉里决定更换队长的那一刻起 就意味着美国女排这个时候 这支球队已经失去了凝聚力 她已经不团结了 这个球队的军心已经散了架了 这个球队势必会在第三周吃到败仗 所以说中国女排的机会来了 蔡斌绝对是装了大运 我们抓住美国女排军心涣散的这个机会 没准我们就能够拿下一场 寒暢淋漓的大胜 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設计双三季 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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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票